其实中华田园犬的智商并不低 为什么它不值钱呢 体重大概在30斤左右 让我没想到大型的突旧体重也有30斤 据记载最大的一只龙虾足足有40斤重 让你一次吃到够 我一直以为企鹅应该是很小的 没想到也有90斤重 水豚是世界上最大的镊齿动物 主要生活在南美洲体重约100斤 山羊一般是只野生的体重在140斤左右 巨型蜥蜴 成年科莫多巨蜥体重约180斤 同级为180斤的袋鼠估计干不过它 300多斤的体重肯定是鸵鸟飞不起来的原因 不过这家伙是跑得最快的两脚兽 当然再快也跑不过四只脚的猎豹 它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 320斤的体重却能跑出120的时速 草原一哥烫头的雄狮体重约为500斤 之所以干不过600斤的纹身老虎 毕竟体重就摆在那 大猩猩是现存最大的灵长木动物 体重约为500斤 如果遇上北极熊 大猩猩必死无疑 因为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大的食肉动物 体重约1800斤 它的近亲棕熊 体重稍微逊色一点 只有1200斤 都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300斤的体重已经超过90%以上的马了 不过马的种类很多 不同的体型体重差异很大 2000斤的体重还不是最大的马 比如说河马就有6000多斤 当然此马非匹马 体重2000斤的公牛其实只能算中等 比如同样是带牛子的犀牛却有6000斤 4000斤的海中霸主大白鲨 如果遇上同为体重4000斤的鳄鱼 到底谁更胜一筹 而海象重量却是他们两家起来的体重达到了8000斤 我们最熟悉的大象体重却有1万多斤 已经是陆地上现存的最重动物了 要算最高那还得数3800斤的长颈鹿 最后一位全球体重霸主蓝鲸有200吨 带入油厂丰富5 再进入到就是ród看破冻的表情 剂头区吗 先后称海维加围令 就太迟迷了